请切记,你并不是唯一处在这种局势的人 在这非常时期,每个人难免会担心自己可能被病毒传染 你可以通过以下的简单措施来预防病毒传染 经常洗手,咳嗽或打喷嚏时使用纸巾 身体不适时戴上口罩,并以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大多数感染2019冠状病毒的病患者都属于轻度疾病 你应该尽量保持日常生活作息,并时常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